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觉得叛逆就要叛逆到极致啊就是如果我叛逆到极致的话应该没有人会喜欢我了就是被封杀 那你叛逆到极致是什么样子啊 叛逆到极致应该就是那种什么坏事都做大家不让做什么我就偏要做什么那种 计划你谁最皮 小庆啊 小凯 谁人家最好 小凯吧 谁校场最多 你搞错了 他和小伟和郑航三个人是天天打来打去闹来闹去的 对啊然后一个演得不好另外两个都会笑啊 对于被王俊凯评价本期打雪招很菜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他没什么战斗力 是他们两个联合起来攻击我好吗 我觉得他们都会嘲笑我胖啊 嘲笑我矮啊 然后嘲笑我小啊之类的 等着吧 总有一天我会打回来的 小心一点 这不是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五分 还需要进步啊 进步空间很大 你喜欢粉红色还是黑白色 黑白 黑白代表很多颜色 但是粉色就只是粉色 那你会讨厌男生穿粉色吗 不会啊我蛮喜欢的 但是我接受不了 就是 你不能逼迫我去穿一些粉 穿戴一些粉色的视频 但是你穿粉色的或者你把房间布置成粉色 我会觉得你很棒 设计和烘焙更喜欢哪一个 射箭吧 哪个更难呢 烘焙 烘焙 因为烘焙真的 真的需要耐心啊 然后 要考验你的手艺 好累啊 你最懒得一次 在房间里多久没出门 就大概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 然后 把所有 吃的 喝的 然后画本 然后 平板 手机 全部摆 摆一排 然后想要哪个就选哪个 就感觉自己有无向的荣耀 很幸福 会点很多外卖吗 不太会 因为我妈是一个饮食健康的人 她不让我点外卖 您令和演员和老戏骨 和哪个搭起戏来自己更适应 老戏骨吧 可能拍多了吧 那和哪位男演员合作会变成小迷妹呢 黄博老师吧 黄博老师吧 超哥也会 邓超 他很敬业啊 而且他很专业 他 戏上戏下根本不是一个人 他跟我说 就演好自己的戏就好 要做人要有本分 就是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不要管那么多事情 黄博老师呢 黄博老师呢 黄博老师呢就是 他很有魅力啊 就是他很有内涵啊 然后很有水准 他演戏也很厉害啊 我还没有跟黄博老师合作过 黄博老师 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希望你下部戏 可以找我 你们几个零零厚脸 谁最优效 我可以说我吗 算了我不要那么 那么浮夸 这站在中间那个是吗 就是又可以油腻又可以清纯的意思吗 你觉得你自己是吗 不算吧 那小凯呢 可算是吧 那撒起椒来也是蛮可怕的 那种 都会搭在人家肩上 我不说了 他到时候看到我就猜 是美丽吗 就是人间仙子 真的吗 哦 哦 乱顿就是可以男生跟男生 可以女生跟女生 也可以混搭 然后就在一起的意思 挺 常常 号召大家拿 这三句话你要不要尝试用台湾话 北京话和东北话分别念一下 台湾话 张宝庆不愧是鹰豚西味 真是多才多艺可言可甜啊 东北话 海马 给他采瓜今天可美啊 简直是人间仙子呢 大家都来评评 北京话 北京话 他们经常我们会 听了音乐 我可不得 可登与西平 有很多人有语经牌 他们都连着讲呢 都听不清楚在讲什么 剧组除了普通话 会有人说方言吗 会 小凯会说重庆方言 那他有教你吗 刮娃子是吧 之类的 我有听他说过 但是他不肯教我 为什么不肯教你啊 他说小孩子要好好学 不可以学坏 哈哈哈哈 大不够吧 没有办法 我就是这么长大 最后呢 还有一个小挑战 是网友留给你的 因为都知道你会坏话 所以你要不要尝试 画一下你们阴藏的五人组呢 好啊好啊 他们不会嫌弃吧 不会 本宝庆然有个瘦瘦小小的瓜子 有点长长的睫毛 嗯 花瓜当然是要画得美一点 很时尚的空气流海 还有小红果 然后有两个蓝花辫 然后红红的嘴唇 大大的眼睛 就是可爱的小姑娘 第二鼻子呢 他就是每天戴一个大大的帽子 就是巨大的帽子 单眼皮 然后每次都 他的表情都很久 然后杨队长就是一副很死板很刚正的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 每个人颜值都很高 对 嗯 确定他们能看出来这是自己吗 不要让他看到这幅画吧 就是英屯无人组们都不要看到这幅画 这世界很酷